三年多前,正是郭广昌海外并购的高峰期,2015年,复兴集团和意大利富豪安德鲁波诺米多番缠斗,最终溢价44%,艰难的将度假村品牌CLUBMED纳入囊中耗资9.58亿欧元,约76亿人民币。 复兴此后又花了20多亿,主顾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,花9000多万英镑参股英国的Thomas Cook拼凑出复兴文旅产业的大致版图。 三年后,这些总耗资超过百亿的资产和股权统统被装进了复兴旅游文化1992HK在香港上市,加上投资100亿在三亚建造的亚特兰蒂斯奢华酒店项目,以及其他一些旅游配套服务物公司郭广昌。 在复兴旅游身上,总共砸了超过200亿投资。 复兴旅游前日正式下落上市,发行价15.6港元,收盘跌3.97%至14.98港元,收盘市值183亿港元,约合160亿人民币。 花了三年,从200多亿到160亿,即使算上IPO融资的32亿港元复兴这个买卖,也有点亏。 复兴国际持有复兴旅游,81.76%股权,也就是说160亿,还得打个八折。 外界对复兴旅游首日破发已有预感,招股配售结束时,香港的散户只认购了发售数的三成。 即使最近两三个月的IPO都在寒冬里瑟瑟发抖,这个认购结果也算是非常惨淡。 复兴旅游的主要资产包括Club度假村、三亚、亚克兰蒂斯等,鉴于三亚、亚克兰蒂斯今年上半年刚刚开始营业,2015年到2017年Club度假村几乎是其全部的收入来源。 招股书显示,Club每年营收已超过百亿,但从2015年起的三年半累计亏损近20亿,其中高杠杆收购带来的资金成本负担是重要原因。 复兴旅游将自己的业务分为三类,度假村、旅游目的地、度假场景服务。 复兴旅游除了运营好Club度假村、三亚、亚克兰蒂斯外,还将继续扩张。 转期核心是建设江苏泰仓、云南立江两个大型旅游目的地项目与纯重资产的文旅公司不同。 复兴旅游属于轻重结合,Club是轻品牌运营三亚、亚克兰蒂斯和泰仓。 丽江项目是重资产项目,但重资产文旅项目的持续开发意味着资金压力巨杂。 这也是复兴旅游上市的目的。 要解决持续扩张的资金问题上市融资的32亿港元,其中多数将用于泰仓、丽江两个项目。 但上市的融资还不够,复兴旅游2018年下半年还向汇丰等融资20亿港元和4000万英吧。 值得注意的是,复兴旅游还采用了目前较为普遍的文旅家地产模式。 三亚亚特兰蒂斯项目就配套了谈案地产,包括197套别墅和807套度假公寓。 到2018年终以销售物业超过9成,金额近70亿。 目前很多地产公司借文旅项目拿地,实际目的却是盖房卖房,地产色彩更重。 相比之下,复兴旅游旅游酒店,文旅概念又有地产概念,较为平衡。 复兴系资本布局复兴集团旗下拥有多家上市公司。 复兴公司复兴国际0656.8K和复兴旅游文化外,复兴海空股5家A股上市公司复兴医药,御元商城,上海钢年,海南矿业,南钢股份。 近两年,复兴系将旗下业务梳理划分为健康,快乐,附读三大板块。 复兴医药是健康板块的核心上市公司。 御元商城和复兴旅游文化则属于快乐板块,复兴系十有的保险公司等金融资产则属于富足板块。 复兴系义惯擅长资本运作,尤其是擅长通过并购整合,将资产注入上市公司,再通过二级市场,实现资本增值和回报。 上海钢年,海南矿业等均属于上市后业绩表现不佳,复兴系却赢得丰厚回报的案例。 复兴集团去年深受传闻困扰,去年三月,复兴集团创始人之一,复兴国际CEO良信运意外理职。 去年六月,复兴系上市公司曾意外集体大跌去年十一月。 复兴集团创始人郭广昌辞去复兴系,国内主要实体上海复兴高科技集团董事长的职位,也引发外界猜测,风波烧平之后,复兴也加快了资本运作的节奏。 2017年底,以复兴等资产为核心的复兴地产业务,被装入复兴系控制的预原股份。 2018年7月,复兴国际又宣布分拆复兴旅文单独上市,复兴既在成立早期集社组地产业务,成立了复兴集团。 复兴集团一度跻身一线房企之列,并于2004年在香港上市,但此后发展不顺。 2011年退市,退市之后的复兴集团表现更为平平,几百亿销售额紧徘徊在房企中有,因此复兴地产业务装入预原股份,也被视为回A之举。 复兴国际的2018年中报显示,其资产达到5600亿。